第千灵六十六集 叶凡心中震动 无比激动 这是帝文唯有古之大帝才懂得的文字 《岛经》中也有九个古字 他琢磨了十几年都未彻底通透呢 叶凡脸皮很厚地说道 前辈 多刻几个字吧 我为您发扬光大 照耀三千计 九个字足够了 道 需要自己去走 最终 他抱着石棺盘坐在扶桑树下 正道于此 埋骨于此 缘其缘灭 一切皆是 轻衣老人开始化道 身体慢慢虚担 渐渐消失 人们知道 人族圣皇留下的最后一道恶念也要消失了 唯有不死 扶桑 独存世间 让人唏嘘 大道无情 连古之大帝也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哄的一声巨阵 整座岛屿开始下沉 黑色的大洋涌了过来 人们惊呼 纷纷地飞上天空 啊 唐谷要消失了 也有一些人冲向不死树 乃和谷关横尘根本无法接近 且金色的神术亦有可怕的胜利汹涌 叶凡发现他被黏在了神术前 与谷关一起下沉 消失在北海深处 许多人惊恐 海眼 是北海之眼 大海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将汤谷吞了进去 永坠黑暗中 连金色的扶桑神术都只能在里面 发出微弱的光 没有一个人敢跟进 相传北海之眼 可以吞噬天地 炼化神魔 是谷之大地 镇压有大罪之人的绝地 李天叫道 姓叶的王八蛋 你还不快逃 叶凡在黑暗中无奈地笑了笑 我倒是想逃 可惜动不了啊 叶凡若是发声不测 一轻五也要受到牵连 他额眉微粗 眉心一点红枝 灿灿生霞 他如一轮神月一样 圣洁无双 我不会死 做好你的神女 等我回来 轰得一声清响 汤谷彻底没入在海眼中 就此从世上消失 黑暗中 一株金色神术扎根石棺上 流动出一片盛光 不远处 叶凡盘西打坐 默默修行 体悟所学 炼化那条金色的质感 这就是北海之眼吗 古之大地 镇压最大恶极之人的地方 黑暗中 唯有叶凡的脚步声在回响 踩在冰冷与干硬的地面上 传出的声音格外优远 其他什么也没有 没有生气 没有光明 这是一片空旷的死寂之地 寸草不生 生机俱灭 有的只是黑暗与枯冷 古之大地放逐大鳄的绝地 充满了未知与诡异 这是一口海眼 深如大渊 没有水泽 没有黑色的大洋道观 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宁静 这里很冷与干燥 叶凡走出去树石里 依然触摸不到尽头 在这一路上 他终于见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几块尸骨 圣人的骨头 天地早已大变 在当时远古圣人几乎不可出现了 即便有 也不过是那么一两人 他们的骨头血液皮肉 都是不朽的神物 可炼成圣兵 然而 地上的几块骨头 虽然无比坚硬 不可毁掉 但是却没有一点胜利波动 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神性 岁月太久远了吗 不久后 他又见到一块人皮 褶皱没有光泽 沾着几滴血液与反血 没有什么区别了 走了 传说这个地方可吞噬天地 炼化神灵 故此故之大地 才选择用来放出犯人 连圣人的血精都可耗尽 叶凡前行了百余里 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 被关进来后 似乎很难出去了 前后十几位圣人 疑死自爆 想打出一条通路 但却都没有成功 人族的圣皇画出的神奇念 送我一场造化 最终却将我关进了放逐地 他心中无敌 能出去吗 此地 方圆不过二百里 叶凡已经走到了尽头 四野只有混沌气缭绕 根本不能接近 叶凡终于发现了几具无损的尸骨 两具人族的 还有五具是叶族的 根本从未见过与听说过 骑行怪状 大圣竟然是七位大圣 那是万古绝跌上的盖世人物 竟被放逐在这里 如果加上之前见到的那些碎骨 这个地方 最起码曾被放逐了近三十名圣人 果然惊人 传出去 足以让这片古老的星域震动 这是一座镇压圣人的牢笼 万古不可破 一夜凡寻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出路 倒是感觉浑身惊气 要被蒸肝 在急速外泄 果然如此 北海之眼 炼化神魔 吐纳天敌 这些圣人都被活活耗死在这里 他想到了自己的下场 这样下去 也难逃大鳄 四野都是物思 那是一片混沌 没有出路 这片空旷的黑暗之地 像是在一个炉的内部 形状也差不多 夜凡岩 原路回返 扶桑神术 以一盏明灯一样定在中心区域 一束黄金光 成为一轮太阳 唯有回到这里 他浑身的惊气 才不再流失 一切都只是因为 有一株不死神术扎根于此 不过 夜凡却无法靠近了 因为石棺横尘 契机射人 此时两块老铜 回到了他的轮海中 没有他法 只能继续修炼 夜凡手托 杖许昌的神术之感 盘坐在地 默默修行 在他的眉心 九个骨子 一个一个的浮现 分别绽放出一道神环 九道光环将其缭绕 如中央无极土的神一样 夜凡相信 人族圣皇的神奇念 不可能真要将他放逐于此 经延期留下的九个骨子 应该可以寻到什么线索 岁月没有痕迹 时间过得很快 夜凡在寂静中独自修行 他浑身都被黄金光淹没 手中的质感变短了一些 叶片消失了部分 七个月后 他迎来了一次天结 景象极其害人 并没有因为坠入北海之眼而避过 人形闪电 天空雷霆 古雀等一起降临 当天罚消失 万籁俱寂 唯有夜凡盘坐神环中 与不远处的扶桑树 交相辉映 浑身如玉石刻出来的一样 悟道 修行 心无杂念 勿我两望 唯有在道境中 畅扬与升华 他才能明晓自己的存在 默默的体悟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这样 时间如水 慢慢流淌 夜凡如一块 磐石一样 一动不动 他手中的神树枝干 越来越暗淡 满树的黄金叶都快落光了 丝丝缕缕 一道道太阳本源胜利 被他划入身体中 这一神树枝干 几乎快被他划了干净 四年的时间 黄金神树枝条在慢慢缩小 最后消失在他的手中 他的肉身如神金铸成 一片璀璨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夜凡多次经历天节 他在仙台二层天的九个小台阶上 一阶一阶而上 不得不说 他在修炼意图很有天分 平静难挡 两年多的时间 他修太阳胜利 又转太阴之经 以太极大道调和 虽然几次险遭大难 但都平安度过了 太阴太阳 孰强孰弱 阴阳同济 天下称皇 古往今来 曾有一些大圣这样修炼过 但最终都走上了不归路 身死倒消 空流余恨 夜盘身在仙台二层天 自然无法与那些大圣相比 他此时能够兼修 并不代表 可以一路高歌下去 而今 他在以太极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